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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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股票还是往上逆势的大涨 中科来路点的时候 这边大概是涨4%到5%这边 所以我们从分享到现在 这边波段涨幅也已经超过5成了 你100万之间进去 这边就是150万出来 所以这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这边资金行情之下 这边盘或许会修正 但是你一定要找寻一下 有哪些利基型的个股会轮流的冒出头 因为你可以看到资金还是在追逐这些利基型的产业 那至于我们这边来追踪一下大家最害怕的美股 那美股昨天的确是一根长黑给棒 我们不能否认它目前已经跌破了季线 但是这边你只要往前回退的话 它这边只是修正什么 修正之前美股没有跌的部分 这个新春开放盘之后 雅股或是其他重要的欧洲股市 都有跟着反应这个疫情 那美股却是逆势往上创新高 所以它这边的回档只是修正反应之前 没有跌到的部分 那这边接下来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那中国这边也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讲 只要疫情在西方国家这边 没有出现像南韩这样子出现一个社区感染 群聚感染的话 中国认为说这边有机会在这边反复震荡 来去做足跌动作 因为葛兰币八大法则跟我们讲 这上涨的这个均线这边一旦跌破之后 往往都会有个像样的反弹 像样的反弹这边反弹上来之后 然后看均线后续的发展 如果反弹上来能过高的话 那这边又是重回一个多头架构 那如果反弹上来不能过高 那这边开始走一个区间震荡 走一个区间震荡 那后续再往下去跌破的话 这边均线下弯才是我们 开始需要去做担心的 所以资金行情之下 这边还是认为大家说 打下来好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那至于说资金行情 我们来追踪一下 这个FED的利率降息预测表 先前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说 这张表 这个疫情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市场上普遍认为说 FED这边降息的几率 已经降息三码几率 已经高达91%了 那甚至呢 今年4月呢 就会开始马上降息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 除非这个资金灭然断裂 不然中间认为说 这个行情呢 不用过度跟着恐慌 你只要试着回想过去 发生一些重大心理恐慌之后的走势 这边当行情一打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FED或是川普 又出来讲话了 这边呢 资金呢继续宽松下去 或者是呢 QE继续把它Q下去 那继续Q下去 你可以看到行情呢 又往上打到 又拉到前高附近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跟着市场上情绪起舞的话 很容易呢 这边追高杀低 这边当市场上在恐慌的时候 你却杀在对底板 我们呢 是在恐慌之后去找寻呢 有哪些好股票是被错杀的 但是很有可能 你跟着市场上情绪做起舞的话 这边呢 很有可能会杀在最低点 所以呢 在这个 这样的黄金之下 你可以看到台股呢 今天呢 并没有跟着反映美股的重挫 台股呢 那今天呢 再次回测这个区间下缘 那回测区间下缘 那回测区间下缘 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500点的区间呢 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同时呢 这边也是所谓半连线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打到这边 就做了一个收缴 那后续什么最重要 中间认为 还是成交量 从这开盘来看的话 成交量目前呢 有点大 那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成交量大 那多空呢 还在这边做交战 所以这边我们要去希望说 之后量可以缩下来 量缩呢 就直稳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盘整盘的时候 在下跌过程中 我们希望量呢 能稍微直稳一下 那在上涨过程中 我们希望它能稍微出量 所以呢 在这个区间 你一定要好好去留下 后续这个成交量的发展 那在后续成交量 如果区间一旦改变之后 那就会很容易是一个方向 我们先前也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当均线开始纠结 纠结后突破或是跌破 往往是大方向开始 那目前呢 就是走一个盘整形态 这个区间还有得走 那等待均线纠结的出量 那个就是方向了 所以这边 你要好好密切留下成交量 同时这边呢 那还是会有很多个股 值得你去多做而已 那至于说 有哪些个股 这边打下来是 是我们经常去做低接的 好股票打下来 你真的才会有一个超额报酬 那至于说 这些股票呢 这种哥都会分享在 这种哥的频道 Night跟Trilogren 那就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 是 谢谢龙哥分析财经直送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请问我 Friends 关键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是 我最前面的 您安心的 也不能 对 谢谢 那 还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